马虹日满调倒是侵略 登同家于喊话 谈日中协商 我们对这些不管是国有化 或私有化的交易 我们一看不予承认 基本上是一个侵略的行为 是一个欠占的行为 我们希望日本能够承认 有这个争议的存在 大家非常诚恳的 来想法子解决这个争议 如果他们坚持 不愿意承认有争议的存在 那我们当然也没有别的途径 我们该维护的权益 我们绝对一寸都不让 马英九总统昨天首度登上彭家渝 宣誓捍卫钓鱼台主权 他强调彭家渝与钓鱼台 都是台湾北部山脉入海后 形成的火山岛 地质上一脉相承 我方拥有钓鱼台主权毫无疑问 马英九继日前抛出东海和平倡议后 卓再提出台日中一组三边协商 共同解决钓鱼台争议 对此有学者指出台日可谈于业 但中国不可能放手让台湾单独去谈 三方平起平坐 中方不可能接受 日本媒体NHK指出 马英九此行是想凸显存在感 而台湾在野党更是猛批 总统登上彭家渝根本是作秀 那我们也看不出来一个总统在换卫国家主权 应该有的明确的态度跟坚定 浪费国家资源 而且在这个实地方式上都不一 如果到彭家渝去宣示主权的话 是不是间接的表示 钓鱼台不是中华民 这叫做画地自现 动新闻综合报导